2012总统大选进入了倒数100天的阶段 选情是越来越热了 尤其这几天您刚看到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苏家全接连被踢爆 他在屏东老家农地盖豪宅开夜市 蓝绿正面交锋 而根据旺旺中时民调显示 苏家全的农舍事件的确为蔡苏佩带来负面的影响 而蔡苏佩和马无佩的支持度有持续拉大的迹象 苏家群的农舍争议火越烧越旺 是不是真的让民众有负面观感 根据旺旺中时民调 认为苏家群的农舍合法还是非法 24.7%的民众认为合法 44.2%的民众认为非法 但高达68.1%的人认为 有草皮花园造景的农舍应该拆除 而农舍事件对蔡英文支持度影响 则有高达55%的人认为 具负面影响 邻居还在讲说 他们以为他们要自己拆为鉴了 就后来发现原来只是拆柏油路 但这一点真的就是 我觉得有点点此地无银三百两了 别人也许也盖了这个农舍 别人没有选总统副总统 这差很远啦 你是副总统候选人 你跟邱义史才烂打 不管怎么弄输啦 那第二个是 这个不管怎么讲 那个画面拍出来的时候 以大家希望政治人物 是一个简朴的形象来说 观感不会太好 马无佩和蔡苏佩支持度逐渐拉大 5号的民调显示 马无佩43.2% 蔡苏佩34.8% 差距来到8.4个百分比 不过加入宋林配合 马菜差距则变化不大 维持在3.4到4.9个百分比之间 王贤民就说政治他不会来 因为蔡英文说他要参加台南 因为他这个小英八字刚好 10月10号走到台南 所以我到台南我不去台北参加 范律有67.6% 认为蔡文应该这个颠覆我们的想法 我们认为说绿的意思 放起来放起来 去做啥 如果都不要去考虑犯男犯率的话 我会认为大部分的人 有八成以上的人会认为说 你不管大小再当主席 可以邀请的话都邀请 可以去都去 这才是目前为止 我认为台湾全体国人的一个共识 民调显示56%的人 希望蔡英文出席国情大典 而其中范率选民更是高达73.7% 不过蔡英文已经通过幕僚证实 当天不会出席 马菜送三个人同场献身的场面 也确定还得再等了 追选台北综合报道